可以看到我们中庭的一个樱花树 我们老板特别去挑了几棵樱花树种在中庭 然后在樱花季的时候啊 就可以直接在家里就可以赏花了 全状36平 室内三房两厅两位 每个房间还主打有窗户采光 希望来参观的买家留下好印象 今年上半年受升息与疫情冲击 房市热度降温 但这处329档期推出的预售案 仍有半数房型玩销 业者看好自助客刚性买盘 等疫情趋缓会回流更多 这几个月来包含股票可能在持续往下走 包含币圈的这个币值也在持续往下跌 再加上美国升息 然后再加上最近的这个疫情 前几个月疫情的关系 其实我们很明显的感受到了 来客数其实有减少 随着疫情的减缓 其实自助客还是持续有在看房子 而且出来的数量其实不会少 疫情与升息影响百工百业 房市也不例外 从数据来看 5月国营房贷余额来到9兆906亿 建筑贷款余额2兆9257亿 虽然双创新高 不过前者年增率9.2% 连续两个月下滑 写下15个月新低 建筑贷款余额年增率13.27% 也写下两年新低 又鉴于房市降温 央行第二季利率决策会议 除了升息半码 第五波房市信用管制 便暂时没出手 政府打房的关系 还有这个升息 再加上疫情很严重的一个关系 另外恶物战争 它也导致了一个台海危机的一个联想 它也会让一些有钱人 他出手的意愿 稍微比较转为观望一点 最快可能要等到八九月 除非大家对于疫情 升息这些利空因素都消化过 之后才会开始转为积极的出手 从管准备力提升一码 是幅度是不高 但是过去十四年来 是从来没有提高过从管准备力 它可以说说市场上多余的 这个浮烂的油资 另外一个就是说 它其实可以间接 对于房地产的受信 产生一些压抑的作用 专家表示 历经前几波大房 外加升息间接冲击股市 的确逼得投资客开始倒货 房价涨幅收敛 房仲集团最新发布的 房市前瞻报告同样指出 今年前四月预售无交易 跟去年九月到十二月比较 全台交易件数三点一万件 锐减百分之三十七点九 总销金额四千六百七十五亿 降幅百分之三十一点六 业者悲观预期 今年房市交易量将年减百分之三 到百分之八出现六年来首次衰退 大部分人买房子可能是为了成家 为了这个学区 这个都是这个经济面 比较影响不到的 真的等到影响到那一步 就代表整体的经济情况 可能是很糟了 简单的讲说留校查看也好 或者说观察 这个实际上的状况也好 其实还是要把 让疫情舒缓以后 看市场才会比较明显 虽说房市稍稍冷却 但专家认为 这并不代表房价会反转向下 接下来观察第三季 等疫情趋缓后 总体经济情势 也将牵动房市走向 TVB新闻 罗氏鹏黛元丽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